好 很多謝劉德行先生Felix 的很精彩的講解 學到你學了很多東西 其實剛才小黎老師遺漏了介紹Felix的背景 他是麻省理工的大學 其實我在麻省理工讀書時認識他 認識了幾個女朋友 那時候幾十年前大家在讀書的時候 反而講了很多信仰 我記得以前我國去信主的其實是一個人 很開心幾十年之後來到這裡 可以再跟他說信仰 不許在另一個層次 用我們專業的對話 這是一個很開心的機會 剛才Felix用了哲學的角度 去講解現在的發展 以及哲學家想的什麼 我從一個神學角度回應 我會怎麼說呢 科技是什麼呢 科技呢 其實就是人工智能 就是AI 其實是科技的一種 當我們說科技有一個很廣闊的定義 是人類運用方法或工具去改變和控制物質世界 所以這樣看來科技不是現代才有 也不一定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 是一個用來打釘的錘 其實都是用工具去改變世界 或者到達最先進的機械人 總之能夠改變物質世界都是科技 科技也不僅僅是實物 我們發展出來的方法 例如建築技術本身 技術本身都是科技之一 有一位加拿大的哲學家 他叫George Grant 他觀察到現代科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來掌控人類和大自然 他所說的Mastery Mastery of Human and Non-Human Nature 從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發展科技不僅是控制世界 人類本身都是被操控的對象 所以人類本身都會被科技影響 其實科技發展和人類的關係 從來都不是單向人去發展和運用科技 我們運用科技 科技都改變了我們 簡單來說我們要用一個小鎚子 砰得多就收到氣壯 所以我們想今天 如果從小時候已經開始不斷使用手機 我們可以想像他的腦袋起壯 不過話說回來 我們看看聖經的記載 其實改變和控制物質世界科技 是上帝創造人的其中一個目的 圣经说神做人时已经吩咐他们要治理土地 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 人类比起很多这些生物都软弱 所以当上帝吩咐我们去管理万物 假设了我们必须要运用科技去管理给我们强大的事物 《创世记》第二章更清楚地指出 科技是神赐给人的能力 社会说神把那人安置在这些园 让他耕魂 耕魂一定需要用到一些工具或方法 所以人类一定要用到科技才能够完成上帝要我们做的使命 耶稣这个完美的人是一个木匠或工匠 看看你如何翻译 是一个用科技的人 所以如果用时间长短去计算 耶稣三十多岁的人生其实是用双手去改变石头或木头 是多于改变人的生命的 但当罪进入世界 整个受造世界都受影响 包括科技 当阿多·夏娃犯罪之后 他们说眼睛开了 知道自己的赤身露体就编织无花果的业子 为自己造成群子 去遮掩犯罪的羞恥 编织 改变物质世界都是科技之一 人用科技去隐藏自己的罪 到巴别塔的时代更加清楚 人用科技去销砖建造塔 就是自己成为世界的主宰 人的罪性都透过科技去显露 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科技一方面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 令我们可以按着他的吩咐去管理世界 造福万物 不过另一方面 科技也是被罪影响可以带来破坏 所以很简单来说 我们不应该或者不能够完全抛弃科技 不过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拥抱科技 无论是发展和应用都要细心分辨 不过问题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这么容易去分什么 我们一定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个是二十世纪复杂的 我们经常说分清楚就可以了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我们没有可能将科技的善恶简单分别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现在这么复杂的 AI这些东西的时候 怎么细分呢 第二 刚才Felix也有提到 科技其实不是简单的工具 其实它有反过来操控人的本质 Technology and system 都要这么说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当我们在科技世界里生活的时候 其实我们平时的思想 习惯 甚至社会文化都深深地被科技影响 令到我们很客观地批判科技 或者批判AI其实是一点都不容易 那我们怎样来思考科技或者AI呢? 时间很有限了 我只能做一件很简单的事 我想和大家想一想 AI发展和应用 其实背后是给一个什么故事 或者Narrative去承托 然后比较一下圣经讲一个什么故事 看看他们两者有什么差异 给我们什么提醒呢? 首先是AI的故事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其实我们可以从它改名 开始想想它的意思 Artificial,人工 就是由人去研发 Intelligence,智能 就是指一些推理reasoning 发现意义meaning 概括generalize 或者在经验里去学习 Learn from experience 这些其实是说人类的认知的能力 在上个世纪50年代 AI开始发展的时候 其实已经以模仿人类的认知 成为AI的目标 之前George Grant也看了 科技其实是为了掌控人类 和大自然去到发展 George Grant也说 而AI是模仿人类 所以AI可以说得做是一种 模仿人类去到掌控物质世界的能力 而发展是成为他们发展的目标 刚才Felix也有说 随着近年不同的电脑 社交媒体的发展 AI已经在很多的范畴 超越了人类的能力 其实圣经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做人 其实当我们去想清楚一点 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做AI 因为我们很想他像人 仿效人类的intelligence 所以当我们今天去看看 我们发展AI的时候 想他做什么 或者他关注他的东西 其实反映我们今天的人 怎么去看人自己 好像AI里面有镜子 要不然看到原来我们敢看自己的祸 所以从AI看到什么呢 第一 在AI新世界里面 其实人最渴望得到 怎么说呢 科技就是用来操控物质世界 其他人类 甚至是自己身体的能力 而当然这样的操控 当然是越准确 越随我们的心意 越快捷越有效 越大量越好 人是一个操控物质世界的人 第二就是AI关注掌控物质世界的功能 他关注的是一个物质可见的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想象人 都是有一些外在表现 我们所谓的表现就够了 你人的里面究竟是怎样的 你的情感或者你的情绪 那些其实是不是那么重要呢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 第三就是今天呢 刚才Felix也有说了 很多人去忧虑AI会发展到一个自我意识 那个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意思就是呢 当我们恐怕AI会发展到一个个体 知道自己和其他个体有分别 有独立的思维和决定能力 很多人担心这样发生的时候 AI就会反过来 奴役或者毁灭人类 这个看法其实是反映了 今天其实我们关注人呢 是我们个人和其他人的差异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自主 也都会很忧虑权力被滥用 监控这些问题 所以从AI的发展 我们看到原来今天呢 我们是这样去看人 我们看人是有个自我意识的个体 所以生存一定跟其他个体相争 所以要建立起最大、最快、最有效的能力 去掌控物质世界和其他人 而且或者我们关注人的表现 外在表现就足够 是不是诚恳 是不是表里一致 有没有个人美德呢 或者在一个公共的地方所谓呢 是不太需要关心的 在今天《基本主义》里面 更加有人提出 以往怎样测试AI 就看看它的对答是否像人 不过有人提出 今天对于AI测试 是看看AI可不可以自己独立运作 就赚到一百万美金 所以其实人之所以为人 最重要是赚到钱而已 其实你想想人类发展科技是为什么呢 其实最基本、最原初的事情 是很想自己过得一个 更加所谓自主自由的物质生活 就是当家庭电器有很多广告 是怎么卖的 就跟家庭主婦说 你用了家庭主婦 帮你做家务 你会很轻松的 我问家庭主婦多了这些 是不是真的轻松了 他就说 你可以更加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当AI帮我们做东西 我们就不用去理会那些物质世界 因为为什么呢 物质世界那些东西很烦的 扫地洗碗、洗衣服很烦的 那些帮你做了就好了 或者像开车那样 你有自动驾驶 那你不用开车 在内情上就可以休息可以打机了 发展AI的潜台词 在这个物质世界给我们 其实是很多限制很多的要求 而这些麻烦是不好的 而人类的救赎 就可以从物质世界这些麻烦里得到释放 能够做一个介入物质生活的自由人 而达到这个救赎的方法 就是透过AI去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 我想智能家居是一个例子 我们不满物质世界给我们很多麻烦 最好什么都在手指头就做完了 这个是我们很想、很渴望得到的AI的新世界 所以其实看来 现代科技尤其是AI的发展 背后是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有它的创造观 即是说原来物质世界是 一些所谓的原材料 RAW MATERIAL 是任意被人去加工和运用 这个故事有它的人观 是必须成为掌控物质世界 和其他人的主宰 有它的堕落观或罪观 失落的是什么 物质世界给我们很多限制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困难 所以相认的救赎观就是 我们透过科技去克服物质世界的限制 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 和一个中末观 终于能够用科技去创造一个很好的新世界 不过当我们把这个AI的故事 和我们圣经的故事摆在一起 其实也发现有很多差异 首先圣经的创造观认为 世界是上帝尾线的创造 万物是按着上帝富裕的秩序去运作 一创造世界上帝已经说很好 不用人去加工了 上帝把这个好的世界都交托给人去管理 因为他想人继续用到他的科技 去发挥世界更加美丽的功效 带到更加好的状况 第二就是圣经的人观说 是 人是需要按着神的心意去管治世界 做一个中心的管家 另外有些神学家 Carlbert, Ray Ederson 认为人的神形象的意思 是所谓的共人性 今天真的没有时间去说了 简单来说 这种人观是很重视人和人之间的 自由和相爱的关系 所以人之所以为人 因为我们懂得爱 不是因为我们有掌控世界的能力 所以人建立美好的关系 比起操控世界和其他人更加重要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 也引申出人的创意 人的同理心 也可以发展出新的意念 圣经说世界堕落是因为人撥亦神 导致人和神 人和自己 人和其他人和物质世界的关系破裂 人类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物质世界给我们的限制 而基督教信仰体的救赎是来自基督 人类一定要相信是基督的拯救 不是靠自己或者手所做的科技 而是信服基督的呼召 效法基督写记 让其他人得到益处 圣经说人类终末的盼望 不是建立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而是当主在来的时候 罪被完全洁净 万物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所有的破裂和关系复和 恢复上帝富裕的美好秩序 建立多元共融的群体 永远和神同在 你看到这两个故事 其实很不同 当我们比较AI和圣经的故事 发觉AI和现代科技所针对 是如何掌控物质世界 而圣经关注的是 上帝这位物质世界以外的主宰 他的心意如何在物质世界里落实 不过AI和科技只是关注物质世界本身 我们的信仰是关注那位世界以外的上帝 如何透过我们 将他的心意在物质世界里落实 人们如何顺服上帝的呼召 参与在物质世界的治理 人类渴望发展AI 很渴望能够在物质世界的限制麻烦里释放出来 不过旧子菲利克斯也有说 人类越发展AI 反而越被AI去操控 其实这件事都反映了圣经的真理 为什么 因为人是受造之物 我们本身不能够成为世界的主宰 我们不是主宰 受造就不能够成为主宰 如果我们尝试成为主宰是怎样 是会反过来给那些我们想靠他来奴役 举个例子 可能大家容易明白些 用钱来做比喻 如果有人以为赚够钱 就打背脚都不用休 独立自主 这个人很快成为金钱的奴隶 其实同样也是 人类既是受造之物 一定是受制于某个主宰 我们能够做的是选择哪个我们的主宰 我们不能自己成为主宰 我们能够选择敬拜信服 圣经启示的上帝 还是尝试利用一些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去掌控世界 如果我们尝试这样做 其实结果会被我们尝试透过一个工具 去奴役我们自己 不过话说回来 科技和AI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 记住 不是我们的敌人 问题是人的罪令到奴役出现 AI也受影响的 以及参与在奴役的内 所以基督徒不需要拒绝AI 我们要做的 是明白AI在背后讲的是什么 很小心被AI的故事 主导了我们整个生命 而我们尝试是回出圣经的故事 尽力将AI的发展 引导到上帝的故事里面 时间所限 我能够按照之前所讲的 想想有什么建议 抛砖引玉 大家去谈谈 第一 圣经说 人类发展AI之前 上帝已经跟世界说 甚好 所以我们可以更加 着意地体会一下 其实没有AI也挺好的 不是一定要靠它 还有 运用AI 都要想想 其实AI 不是只是帮自己做事 而是运用AI去提升自己 一个例子 我有个朋友 它用CHATGPT 它不是只是用CHATGPT 来帮它找答案 而是透过CHATGPT的对话 提升自己的思想 和问问题的能力 是有分别的 第二 AI既然是科技的一种 只能够在物质世界功能上 成为人的帮助 不能够取代那些更加重要的人 和人之间自由相爱的关系 如果我们发觉 自己喜欢跟AI去聊天 多过跟人相处 或者用CHATGPT 帮我们写情信 那你真的要小心一点 究竟哪样是更加重要的呢 跟着下去 AI当然是帮助我们 大大的帮助我们 去控制物质世界 都是很有福的 但我们要记住人类最核心的问题 不是物质的限制和缺乏 而是关系的破裂 所以来到下面 人类 我们做人 操练敬拳和美德 其实是比起发展 科技去操控世界 更加重要 或者当我们去用AI的时候 很想做事做得快些 方便些 但可能更加要问的问题是 当我们用了AI 是否能够改善 我们和身边的人的关系呢 还是叫到我们和身边的人 更加差的呢 同样的问题 都可能在问我们 用很多社交媒体 用很多社交媒体 究竟是 改善我们和人的关系 还是变差了 这些都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今天很多人去到问 当AI出现 我怎样能够创造到 一个更加好的AI新世界呢 不过基督教信仰教我们 我们更渴望和 那些什么人去到生活 什么人去到相处的呢 其实想起来 人类历史里面 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AI的 没有手提电话 没有WiFi 没有Internet 不过今天我们有这些东西 是不是比以前的人 更加满足快乐呢 我们今天做人 是不是比以前的人 更加有意义 更加有动力的呢 这些是 我想当我们进入 AI新世界里面 一定要想清楚的问题 这个是我的回应